好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布 昨天共击35架次月中线 另外平面媒体报道 有熟人两岸情势的官员表示 在美国总统大选后 2025或2026年都不能轻忽中共会有冒进的军事行动 官员称中共军员已逼近24海里临街区 并首次出动万顿级海警船 研判后续挑衅手段 可能以海警船在台海对台湾的船只实施登检